到巴德大南市場採購的民眾有福拉 陶原市政府交通局爭取經費 與戴維營運等民間停車公司合作 重新整修啟用24年的大南公有立體停車場 改善了建築內襪環境並在進來完工啟用 期盼能提供民眾更舒適的停車空間 陶原其實以前的立體停車場都很老舊 那以前建設的那時候的觀念比較沒有那麼先進 所以後來交通局在鄭市長的任內 我們就開始啟動這個活化的作用 活化了14個立體停車場 那有將近3500個的這個停車位 那這個停車場活化了以後可以讓它的使用力更大五的提升 同時也讓市民生活更便捷 那以身在桃園的這種生活空間可以更便捷 翻橋後的停車場不僅設計更明確的動線標示 也引入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搭配車道來車顯示螢幕提升停車的安全性 另外也增設了各類專用車格以及地鎖、充電裝等 並改善內部環境照明 外橋也整個重新拉提過 還有以大南市場為設計靈感的LOGO 一扫原本停車場老舟營案的印象 負責營運的停車公司希望能讓民眾安心停車 我想我們的重點是想讓整個停車場 所有人進來感到進到這個停車場是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看起來有點環保的樣子 而不是進到一個以往所感覺的停車場 這個陰陰暗暗的 這一座最特別的就是我們的外牆啊 我們的外牆挖了非常多的資本 去把非常老舊的外牆 二十幾年來的外牆 全部把它粉刷拉皮過 大南公有停車場 共提供了207個停車位 一樓商場未來也會再重新招商 說服於地方都期盼 藉由停車場環境改善 未來能吸引更多民眾前來 帶動在地商圈與經濟發展 記者 劉宇婷 航園報導